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云真的小说有几个不同的阶段 是对我个人来说我一直很非常非常迷恋他 第一个阶段大概是他二十岁三十岁左右 很年轻时候写作的 特别是像《我的弟弟康雄》这一篇小说 《我的弟弟康雄》很多人都认为是陈云真的 大概创作文学创作里的第一篇作品 书写的方式非常的单纯 他塑造了一个跟他当时自己大概二十二三岁相差不多的一个男孩子康雄 康雄自杀了 小说里没有交代什么原因他自杀 然后他有个姐姐 这个姐姐就在阅读他的日记 然后在日记里发现这个弟弟充满了奇怪的梦想 比如说好像想去盖很多很多的医院 给没有钱看病的穷人 好像很想到一个偏远的农村去帮助一些弱势的贫穷的孩子 所以我们看到康雄其实代表了陈云真的自己早期一个对社会弱势的关怀帮助 可是好像又无能为力 因为无能为力所以最后走到自杀或者是一种绝望的毁灭 可是我想这样一个小说尤其是当那个姐姐阅读着康雄的日记的过程当中 其实提醒了我们 我们不管在成长的过程里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走向各行各业 可是我们大概都有一个理想的起点 那个起点可能是在你高中大学十几岁的时候 还没有进社会 因为没有进社会 所以你对于整个社会里面怀抱了一个 我们可以说不现实的梦想 可是这个不现实的梦想可能对我们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 即使我们将来走向各行各业 也许会跟社会妥协 可是至少那个梦想还在的话 我们随时会有一个反省跟检讨 所以对我自己来说 大概隔一两年我就会回去再读一次 就是我的弟弟康雄 也觉得我的弟弟康雄 好像里面有一个反省的力量 是陈云珍文学里面最迷人的东西 告知我们 不管我们后来走到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 如何保有自己青春时期 带着一点点感伤 可是充满梦想的那样的一个理想主义的色彩